大家好,我是梁教練 今天會和大家做一些刺激腸臟的運動 和相關的穴胃按摩 每日做一次,可以有助長度健康 排便腸痛 我們一齊來試試 第一個動作,左右交叉,搧碰膝 左搧碰右膝蓋,換邊 右搧碰左膝蓋 重複這個動作10次 預備 1 2 3 4 5 5 6 7 8 9 9 10 完成 第二個動作,拍拍小腹,血氣通 雙手放在小腹,拍打30次 力度以舒服為主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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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腳打開,稍微闊過肩膀,兩手舉起 雙腳屈膝下蹲,同時手滑圓 蹲下時呼氣,站起時吸氣 下蹲時,腰挺直,不要前傾 膝蓋也不可以超過腳尖,避免膝蓋受傷 這個動作我們會做十次 呼氣下蹲,吸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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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次 呼氣下蹲,吸氣下蹲,吸氣下蹲 第四個動作 扭扭腰幫助腸臟愚動 雙手插腰,雙腳打開肩膀的闊度 腰向前,左,後,右,扭動 每邊10圈 換另一邊 要向前,右,後,左扭動 共10圈 扭腰的動作 要按自己的能力調節幅度 以避免因過度的伸展而拉傷 第五個動作 向前彎腰壓肚子 首先坐在地上 雙手扣子外撐,直臂舉起預備 彎腰向前,手向下擺 腰大伸起,同時手向上擺 這組動作我們共做10次 大家亦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 調節速度和幅度 調節速度和幅度 改善便秘的問題 首先我們用手握成拳頭 我們會用手指第二支節的位置 進行按摩 放在腹部的前面 順時針按著腸臟的位置 用卷壓式的方法 按壓大約3至5個圈 按摩 按摩 接下来我们会拍拍 通通大长经 我们会疏通手臂上的大长经 由手腕曲弛乐至肩质 拍打五次为一组 每边十组 五次为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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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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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边 我们同样地会拍打 手臂上的大长径手握空心掌 由下至上拍打 五次为一组 每边做十组 接下来我们会按摩姿勾穴 穴位在手腕横纹 下面四个手指的距离 中指对落的位置 我们会用大拇指按压 二十秒左右 指勾穴除了可以治疗便秘 还可以改善 耳鸣 耳聋 和肩背痛 下一个穴位 我们会按摩曲穴 先屈起手臂 穴位在手臂摺痕 去到手肘骨之间的位置 同样地我们亦都是用大拇指按压 大约二十秒至三十秒左右 力度适中 感觉会有点酸软 这个地方是气血汇集的地方 可以有效预防便秘 和辐射的问题 换另一边 我们同样用大拇指进行按压 我们会按压二十至三十秒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不要忘记在下面留言 赞好 和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人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以后出身的健康资讯运动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消息了 下集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